貼紙要跟各位講的叫做表格 我跟各位說過了 圖表的處理是一個重要的科學技術 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愛考圖表 因為我們做實驗要測量 測量有測量的結果 我們測量的結果必須要處理 要處理 處理的方式就是畫成一張表 或者畫成一張圖 不要動一個圖形然後表格來整理 然後這是個重要的科學的技能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考試的重點 我們考試就考圖 考就考表 而且考試考圖跟考表的時候 一個好處就是你什麼都不用會 你不用什麼科學知識 你只要會看圖 會看表答案就出來 會數數額啊 為什麼這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麼科學內容的知識 會看表答案就出來 那也就是會交互運用 交互運用之類的 好 表格的處理 因為我們國中所學的幾乎都是簡單的正比關係 幾乎都是簡單的正比關係 所以對表格的處理 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建造 叫做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這是以前的廣告的話 就是那個我愛紅娘的那個 那個節目的廣告的話 OK 為他搭起友誼橋樑 來 測量水的密度 課本的實驗 不過我們可能不做 就是課本的實驗我們可能不做 要你不會做另外一個密度的實驗 就是要你去量水的質量 當然是含量桶啦 去量 然後去量水的體積 然後整理出一個可愛的表格 液體的體積加燒杯加液體的質量 然後可以問兩種問題 第一種問題 請問你議題的密度有多大 第二的問題是問你 那個燒杯有多重 好 國燒杯有多重 那我們就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不要出 不要安靜一點 不要發出那種奇怪的聲音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每增加10增加15 每加10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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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加10增加15 每增加10會增加15 所以根據這個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你就知道 我每10地方公分的液體 就有15公克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 純粹都是液體 純粹都是液體 所以呢 帶進去我們公式D等於V分之F 我們的密度 體積就是10立方公分 實際上就是15 就算出來叫做1.5 每一方公分1.5克 答案就出來了 還有一個小問題叫做 燒杯多重 燒杯多重 燒杯的重就是怎麼樣 沒有 沒有液體的時候對不對 沒有液體的時候 這裡有10立方公分的液體 少掉10 就是沒有液體 每增加10增加15 那每減少10咧 減少15 所以這個50是不是沒有液體的 那就誰啊 就燒杯嘛 就燒杯 所以呢 燒杯質量有幾公克 50公克 我就算出來燒杯質量叫做50 OK 這個在譬如說未來的虎克定律 彈簧掛東西會生長 放個襯盤放法碼 然後可以問你說法碼放國重 或者是襯盤有國重 一樣 這個方法來做處理 為他搭齊 友誼的橋樑 就是我們 告訴你 國中的處理方式 表格會像是有一個小見招 因為我們幾乎都是成 簡單的正比 所以我們就有個正要叫做 為他搭齊友誼的橋樑 OK 不過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們有些題目有所謂的過量 Over 超過了 一個配一個 一個配兩個配兩個 三個配三個 結果你這邊有五個 那邊只有三個 你要配不出來對不對 會Over的 叫過量 如果過量的時候 就不見得會能夠 就不會再成正比了 你就要另外要去看到他過量 然後另外要去做處理 我們會有這樣的題目 給各位做到 所以就是如果Over過量了 就不是這樣子 那就是 提示你 待會會有題目 給各位看一下過量的情形 OK